我記得初初受診時,有一個姊妹影響了我好心 當時她有很多陪伴和照顧對我 我記得有一次當她去到信心有些掙扎的時候 而且是因為她自己感覺到很孤單的生日 令到她覺得很傷心 於是我就決定了人生做第一個蛋糕送給她 雖然做了六次都是失敗的 但是第七次終於成功了 當我送給她的時候,看到她的樣子 她的樣子感覺到她被鼓勵得到 而且她的樣子很開心 於是我就明白成文真的可以傳遞愛和表達給對方 記得我兩個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 Sidene都會特意安排幾天時間 去我家煮一些有營養的菜月飯給我吃 而且她還試過買了一星期的菜 走到我家擠進雪櫃 為的就是擔心我背著寶寶 很辛苦地去買菜 還有一次我家人進了醫院 然後我就請教Sidene煲湯的事情 轉過頭,Sidene已經煲好了給我 其實Sidene真的很忙 但她會經常記住我們每個人的需要 無條件地付出給我們 很感激她讓我見到一個愛到底的基督徒生命 真的沒有想過自己是甚麼崗位 我只是喜歡煮食而已 我心裡想,傳甚麼神 哪會煮那麼多食物呢 剛巧煮到你喜歡吃那樣東西 但我也仔細去想 其實我有時都會因為對方喜歡吃那樣東西 我而故意去想怎樣煮美味些 可以鼓勵到對方 而我想我也很想透過食物去滋潤一個人 在心裡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回想,我剛剛做門徒 跟著Sidene去了教會 很多不同的場合預備食物 但有時真的連主角都不認識 我見到付出原來可以是這麼純粹 只是因為彼此都是弟兄姊妹 就足以付出 所以,認識Sidene令我覺得是一個祝福 極勵著我,社記就是這樣 我希望有一天 我都可以像她那樣成為別人的祝福 當我決定展開自己的工作室 大約兩年左右 我媽媽就開始患有腦退化了 無論是情緒或實際生活上 都有很大的需要 再加上疫情 令到很多的狀況 令到自己很難去投入工作 亦都很難想像怎樣可以去繼續付出 但沒想過在神的大令下 自己的工作室 原來都可以在疫情中有所發揮 在不同的疫情政策下 工作室反而成為了一個安全的聚腳點 讓弟兄姊妹可以用 神亦都用了這個地方 去使用不同的生活可以繼續 這幾年我和Sidene一起去愛我的同事 有一次她家人中了COVID 要被隔離的時候 因為她都沒有機會可以出街買東西 Sidene就二話不說地在廚房裡抄了 她有的一些送菜包 寫了指示地教同事怎樣煮 令她感到驚訝 為何有朋友可以這麼不計較 之後我們更加邀請了同事 回教會和查經班 我很欣賞Sidene 從來都是很仔細地想別人的需要 希望愛到盡 教會是一個大家庭 有很多的需要 雖然我未必可以幫到很多 但我抱著一個信念 See the lead, feel the gap 如果能夠愛到眼前的一個人 就是愛景教會 就是愛景教會 de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